台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與本局及刑事檢察局等單位 偵辦由外地轉移至花蓮地區 以假冒檢警模式詐騙民眾的詐欺集團機訪 並且擇由專案檢察官指揮偵辦全案 該詐欺集團未躲避茶器 選擇藏身在民宿或者獨棟的高級豪宅 並且隨時轉移位置 經專案小組跟監得知他們的位置之後 在109年12月底 由刑事檢察局及本局客行警力 持搜索票進行攻堅 一舉逮捕林姓祖賢等20人盜案 並查扣公務犯罪所用的手機 筆電及交戰手冊等證物 全案以涉嫌詐欺及組織犯罪條例等罪嫌 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花蓮地方檢察署與檢察長親自全程參與 並且指揮三名主任及多名檢察官 徵訊並且突破案情 全案將20名犯嫌 移送法院申請積壓獲准 並且起訴在案 詐騙集團所公犯罪 所利用犯罪所得購買的手機筆電等 檢察官也會依查扣心智 變賣來償還被害人損失